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 我是刘小飞 最近美国那边好像出了一个大事 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搜查了一下特朗普他们家 但是海湖庄园被搜了以后 引起了美国国内一个很大的争议 因为现在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 有可能是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最大呼声这么一个人 而他的家被搜查 就引起了很多共和党支持者这种非常的愤慨 那么为什么要搜查他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今天我们请到了王宇轩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搜查海湖庄园是美国国内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新生态 其实对特朗普的调查一直是有的 然后现在这一次罪名是说他从总统协任之后 把白宫的机密文件搬了好几箱回到他家里去了 违反了什么机密法还是什么东西的 说是还有什么崭新的刚到手的卫星照片 特朗普一高兴就手机直接一翻拍 放到社会媒体上去了 对有的事 当时拍的是伊朗的 导弹发射场我记得 然后通这个照片 然后把美国的间谍卫星的轨道什么都暴露了 那么现在他被调查的这个事 其实就是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 就是说清算前总统 我们知道在韩国这事 这是一直在干的 每一个韩国总统下台基本上都会被清算 这一次文在寅好像终于是止住了这个风气 因为他卸任之前是把韩国检察院给权力全部给肢解了 韩国检察院没权力再调查总统了 所以韩国的命运被转移到美国去了 有可能 所以现在调查前总统会进一步的引起美国两党分裂 这是一定的 前国务卿蓬佩奥他就在推特上说了一段话 他说这是破坏了250年的美国的历史 然后他说当年班加西事件 就是当年蓬佩奥主导调查的 他说我手里有证据 希拉里手里就有机密文件 但是我们依然没有调查希拉里 这句话就到这里完了 言下这意思是什么 当年我们都没这么干 现在你敢这么干 那是把底牌拿出来了 相当于是你有牌我也有牌的意思 等于说你敢这么干的话 那么我们就也不客气 要调查咱们都调查 等于说现在给人感觉 国那些事有点像是明朝那些事 太像了 好多网友总结了 美国现在跟明朝有多像 比方说美国打阿富汗 还有两次打伊拉克 明朝三大争 然后火烧国会山移工案 然后现在我们都说 以前我们说特朗普像未公共 但现在看的话可能拜登更像 为什么 拜登内阁里全是各种妖魔鬼怪 所以叫他们烟党 是不是更合适一点 谁是清流 特朗普 忧国忧民的作风 大家都知道 佩洛西是去新加坡搞了一回 拜登内阁里面这妖魔鬼怪 特别像烟党 现在是两党 无论是清流还是烟党 还是反正干起来了 干起来之后 按照这个过程 后面就该有东厂西厂锦衣卫 开始下出遭遇 都该有了 那么现在你看 按照咱们这个看点来看 好像他们是想把特朗普送进朝狱的说的意思 当年魏忠贤 就是联合几一位 然后在天启五年 第一次对东陵党下手 把东陵党的几个骨干 全部给抓下来了 这是第一次 叫前六君子 后七君子之类的 反正就是抓了一批人 然后按照历史来说 天启七年 然后皇帝就挂了 皇帝挂了之后 就是崇祯继位 还剩两年是吧 对 我算一下大选时期 2024大选 还剩两年差不多 然后崇祯继位 崇祯继位之后 大家什么情况都知道了 崇祯继位 我怎么觉得 按你这个说法 如果特朗普再次回来的话 这应该是从土木宝回来的 而且最近还有一件事特别像 美国的国家邮政局 好像是宣布要大裁员 邮政局裁员 这当年游动系统裁员可出旅程 对 所以现在快进到什么年代 大家看一看 大概也就知道了 所以这种事 美国千万别干 干了之后 那就真的落下了口实 历史 大家都知道是螺旋上升的 历史周期率 好 听完王宇佳先生的讲解 我现在渗入了一个深深的沉思 就是佩洛西相当于明朝的哪一位 好 关于美国那些事 还有美国那些年号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待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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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Multi Total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chinese朋友